著名演員李建群患癌去世年僅63歲,曾出演《康熙王朝容飛》。 7月17日,劇圈內人魚湧爆料,著名服裝設計師、演員李建群老師於昨日取世。 享年63歲,李建群老師曾在《康熙王朝》中飾演容飛,在1995年版《古澤天》中出演徐才人等。 李建群更重要的成就,使他還成為了一位優秀的服裝設計師。 很多電視劇的演員們戲服藉由他設計,比如《康熙王朝》《古澤天》等劇,他既是演員,又是劇組的服裝造型師。 他曾獲得第十三屆電視劇《飛天獎》服裝獎,第十三屆中國電影《金雞獎》服裝。 網友看到李建群老師去世的消息,也紛紛哀悼,前陣子剛看到說得了癌症,人這就沒了,希望仙女姐姐在天上也可以天天開心天天漂亮。 《康熙王朝》裡面他飾演的容飛的一舉一動,就是我心目中古代帝王皇后的樣子。 我記得他在《武澤天》裡設計的衣服,超好看,超大氣,一個優秀的演員離開了我們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